好了一件最新消息呢 常年仲介国际贸易的一间外商公司呢 涉嫌在2022年间呢 扬声协助越南业者购买一批木材 用不实的单据呢 搭配越南买方提出来的银行信用状 向台新银行呢 申请信用状买断 获取了1500万美金 折合台币呢 大约4.9亿 直到呢台新拿着信用状呢 向越南方呢 在请款才发现的受骗上当 台北定检署呢 在15号呢 指挥调查局依诈欺银行罪 搜索外商公司的王姓负责人 还有他的太太员工等四人 而晚间呢 被约谈的员工呢 也有家属的到场来了解状况 根据了解呢 这间外商公司 疑似呢 也因为多次跟台新银行合作 所以呢 获取了办事人员的信任 才能够呢 成功呢 以这样的方式呢 榨取呢台新银行4.9亿的巨款 而台新银行呢 是直到了 要向越南的银行结算信用状呢 遭到拒绝 调查之下呢 才发现 原来啊这个木材买卖根本没有谈成 拿到的海运提单呢 装商单都是假的 整起事件呢 才曝了光 后续呢 也将厘清全案 是否有银行人员 协助包庇的可能性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